嘎逼小麦所负责人吴科兴他热心工艺 支持华山基金会的爱老人中秋亮起来的活动 他也加入了花莲区爱心店家行列 15号特别邀请了6位加起来超过400岁的华山老人 到了嘎逼小麦所体验一日职人的任务 除了让长辈可以出门走走感受到社会温暖 更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人来关心老人的议题 后疫情时代华山基金会的老人家也快乐走出家门 来到了咖啡店充当一日店员 自己做蛋糕煮咖啡相当特别的体验 你做什么 蛋糕 你自己做的吗 对 猪鼻吧 猪鼻啊 以前做过吗 不是 不是好顺吗 好顺 好顺哦 来 阿姊你做什么 这个 蛋糕啊 蛋糕哦 你自己做的吗 有 以前會好嗎? 沒有 今天做比較難嗎? 沒有 很快 很厲害 很厲害 要開店好不好? 大姐你呢 我都是小豬蛋糕 小豬蛋糕喔 以前有做過嗎? 不可能的啦 是喔 今天做的感覺怎麼樣? 很棒啊 現在的機器真的很好 很好喔 不難啊 設計的都好好的 我們只是動一下而已 好玩喔 好玩 這是小豬蛋糕 小豬蛋糕喔 自己做的感覺怎麼樣? 自己做的 自己喔 自己做的感覺怎麼樣? 我有成就感 成就感喔 開心喔 對 這是華山基金會 與花蓮愛心店家 共同為老人家安排的體驗活動 大家都知道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很多華山 很多大型的活動 都沒有辦法辦理 那所以呢 就是非常感謝 就是我們今天 嘎皮小賣所的店長 他知道我們很多長輩 一直吵著很想要出來 他說其實我們也可以辦小型的 所以特別邀請了我們 花蓮市的長者 然後讓他們一起來店裡 然後做一個溫馨的小活動 然後試著做雞蛋糕 然後還有喝 現在大家都在喝的咖啡 然後所有的都是讓長者 自己親自製作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食用 那透過這樣子的活動呢 然後也透過媒體 然後讓更多人 然後一起來關心我們的 花蓮區的山石長者 對 愛心店家店長說 能夠幫幫老大人們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我覺得老人們其實還蠻可愛的 對對對 然後之前也有跟他們 配合過好幾次的活動 就是讓他們就是 可以多了解一些不同的行業在做什麼 然後讓他們去體驗這種生活 他們有需要我們都會幫忙 老人家們在職人帶領之下 親手沖煮咖啡 也烘烤出可愛造型的雞蛋糕 飲法職人初體驗 好玩又有成就感 華山基金會也歡迎更多店家 一起來關懷獨老 讓老人家們有幸福的感覺 這裏會歡迎市報道